今天很生氣很生氣 發生了幾件事 令人不可以原諒這群暴徒 首先他們本來今天說要去旺角 光復旺角 當然有些中途不聽話的人 就沿著尼敦道去尖沙咀 去什麼呢? 當然他們最厲害就是拆掉尼敦道 走街的圍欄 拆掉所有圍欄 用來封住尖沙咀警署 也在購物附近 然後他們就用重型 本來比我們玩的丫叉這麼大 他們就用大十倍的丫叉 用來寫一些很大的石頭 進猜館裡 弄壞了東西 車、雜物 然後最重要是釘東西進去縱火 他們說釋賢為何要拆那些圍欄 就是用來封住 不讓消防車進去 要燒死警察 那我的更新是到了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究竟現在什麼情況 但我相信警員應該有足夠能力去撲火 因為他們扔的燃燒物體都不是很大 所以我有一陣子會有相片給你們看 第二件事真的是人神公訓 他們真是豬狗不如 就是另一群人去了我們俗稱叫五芝奇肝 尖沙最佳的渡海小輪 也可以說成隔離 那裡一直都有五芝奇肝 所以叫過我的名字 他們就把中國 是中國的國旗 扔了下來 扔了下海 我也有相片給你看到 然後他們就把自己的港獨的芝奇 就升了上去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原諒到 但是很感謝前香港的特首梁振英先生 因為他都覺得很生氣 真的看不過眼 所以他私人懸紅100萬 希望所有有良知的市民 全城一齊緝空 沒有必要抓到這群暴徒 I mean 丟國旗下海的暴徒 那第三單是什麼呢 就是這次是很嚴重地影響到市民的 因為特別是weekend 一向我們叫做洪水 我就一向叫做海底隧道 後來因為香港太多太多隧道了 所以他現在大部分叫做洪水 一班去了尖沙咀的示威者 就堵塞了尖沙咀和港島兩邊的出入口 一度令到那裏交通癱瘓 那裏最主要是過海的路線 以及洪水是一度要封閉的 那 anyways 現在他那些片給你們看 sorry 消防員是終於進到尖沙咀 警署救火 那所以已經關火了 真是開心 I mean 真是慶幸 很段落 我要不要抵护 你會想死亡了 我看他們是在什麽 你做一個icemail 我會想死亡 我可以死亡 那你不喜歡死亡 因為我一直死亡 你不可以死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